30. 東方日報 走出去收購 2015年7月13日 龍門鎮 28. 坦然習陳文鴻中國企業有許多發展機會 不需要國家開放股市和用政府手段吹生泡沫 來讓企業以更便宜的融資手段發展 中國股市要穩守,但內地企業應走出去 利用境外由其他政府負責和監管的股市 以此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市場控制比重 在已合併後的中車為例 它已是內地鐵道市場的壟斷企業 也依靠內地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高鐵企業 但國際上高鐵市場環剛興起 最大的軌道車輛市場是地鐵、普通火車和電車等的傳統市場 這方面最大的企業是加拿大龐巴的公司 在歐美及發展中國家市場以深更多年 在壟斷內地市場之後 中車要擴展便要吞併龐巴的 當前的契機是 龐巴的飛機部門虧損威脅嚴重 其 C系列飛機在6月巴黎空展全無訂單 部分原因是中國發展 C-919大飛機 不買他的飛機 金磚五國與俄羅斯也缺資金去購買 結果這大半年 龐巴的股價大跌 全球財源、管理曾易手 為保飛機部門而要出售鐵道業務 暫時計劃四季度在德國上市融資 新管理曾公開說不出售鐵道業務 只靠裁員 但形勢進一步惡化 情況難料 中車早前雪末計劃收購龐巴跌鐵路業務 這月先前雪末計劃收購中國事業投資一樣 龐巴跌鐵路業務股價五十億美元 中車以港幣一角收購中國事業投資六十五億股 市值賺八多億港元 絕對有能力趁龐巴跌面臨困境將資收購 6月 該公司在倫敦 印度有新訂單 在美國大城市環有訂單 中車將資收購 未來新車市場和維修 將大有可為 陳文鴻